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5,660万用户 而SmartFriend电讯只有3,000万用户 市场的占用率不大 因此MIDF投资研究认为 这一项潜在合并 不会在短期内对亚通的盈利有太大激励 不过亚通在首半年的表现依然稳健 除了尼泊尔业务Ncell外 大部分的国外营运子公司增长强劲 杭交估计该集团未来所有海外营运子公司的 盈利增长将保持稳定 因此维持卖入评级 目标价定在40级60而先